自从前首相纳吉下台之后啊 他就陆陆续续的接受了很多国内外的访问 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半岛电视台对纳吉的专访了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纳吉呢因为受到主持人玛丽安祖利很尖锐问题的追问呢 而几度动怒他起身要离开了 期间他可以一度斥责主持人 事隔四个月之后呢 有关访问呢就获得了英国皇家电视学会年度最佳访问奖 评委会就指出 这个专访啊展现出了勇气坚持还有无懈可击的能力 最终才会脱颖而出 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重问一下主持人玛丽安祖利当时候的专访 从影片中可以看到那虽然那集是稍微平复了心情任意继续接受采访 但是当玛丽安祖利再一次提到刘特祖的时候 纳吉终于是按捺不住怒火起身离开现场 而在节目中多次被激怒的纳吉今天就在面子书上贴文为自己护航 他说丢下一名外国记者扬长而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要他不是屏息人民不顾就好了